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收看到我们的北美新闻节目 也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时候来为您推送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两档节目呢 欢迎您能够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一个订阅按钮 并且呢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受到我们的推送了 当然呢也可以啊来关注戴希的个人的一个推特 请您搜索我是戴希就可以关注到我了 好那么也是欢迎您啊给我们的节目来留下您的评论 来给我们节目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好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您带来了哪一些内容 习近平喜爱的毒物 法国大革命历史也遭到下架 孤空报告引发了爱奇艺遭到SEC的调查 集资魅力在中企赴美上市热度依旧 7月份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减缓 中国航班恢复供应热食 餐饮行业复活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江西人民出版社呢近日是发布下架通知 要求暂停全网销售西方保守主义经典一从这个系列 当中呢也是包括了法国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录这些书籍 这个出版社呢向自由亚洲表示 下架是去维护正版的授权 不过呢这些西方经典啊在出版社所称的授权书店里面 及其自身的旗舰店里面也均都停售了 有知名的翻译家表示西方书籍的译本呢 启发了民智 有这样启发民智的效果 全网来销售禁令 有如退回到文革时代 并且炮制了新的焚书坑儒运动 8月7号也就是上周五 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发出了一则下架通知 暂停全网去销售西方保守主义经典一从单本 以及套装 要求呢各大的经销商平台和店铺去下架在线的链接 剩余的书籍呢可以退回到出版社里 自由亚洲的记者查阅了中国京东和当当网等书店 显示呢相关的书目现在已经没有货了 记者又联系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门 一位工作人员先是声称啊 很多书无货呢是因为他受庆了 其后呢在追问之下又声称 下架是没有得到出版社授权的一些网店书目的链接 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发行部工作人员说 那应该是断货了吧 就是说我们不是所有的都下架 下架呢只是个别的网店来进行下架 因为呢他来卖我们的书又没有我们正版的授权 我们江西人民出版社官方旗舰店里啊 以及北京签字文华的店里肯定是有的 但是当记者去查询出版社北京的合作方 也就是北京签字文华传媒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 先知书店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从书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路等等单本 都已经是呈现了无惑的状态 颇为讽刺的是早在2014年 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 他在这个演讲的当时啊声称 读法国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 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 这是习近平自己的话 其实呢在2012年的时候啊 中国经济学家华生就透露说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现任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 就曾经热见过托克维尔的 回望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本书籍 叫《旧制度与大革命》 甚至啊这本书啊 还据传是李克强的一本整编书 当时呢外界啊都纷纷解读 为一部分中共高层 是试图通过改革来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的 德国的欧华导报的主编 钱耀军他表示说 出版社应当是接到了当局的指令 有如德国纳粹1933年的 焚书和禁书的事件 他说这也显示了内忧外患的中共 忌惮正在封杀 启迪民智和公民独立思考能力的 一些西方书籍 钱耀军说任何专制者 为了维护他的专制统治 最重要的手段其实就是封闭文化市场 半个多世纪前的希特勒的政权 首先就是封杀了知识分子 销毁那些启迪人们思考的文化书籍 现在习近平的政权呢 就是要倒行逆施 要把那些引导读者去理性的观察社会 独立的思考社会的西方书籍去下架 习近平就是要走回到文化大革命式的恐怖政治 掀起又一场秦始皇室的焚书坑儒的运动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也不是今天刚刚发生的 也是早有先例了 在去年的10月份 中国教育部就曾经发出过 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 清理专项行动的通知 在这之后 甘肃的一家县政府的图书馆呢 将65册的图书下架 当时呢 有图片和视频啊 在网络上啊 引起了一片哗然 那就是这个图书馆的职员 在他们图书馆的门口去撕书和烧书 瑞典的华裔作家翻译家万芝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 胡文时代呢 还会有一点文化出版的自由空间 但是随着习近平的上台 这一点空间也被挤压殆尽了 万芝透露几年之前呢 习近平当局就要要求出版社去禁止出版一些西方政治和思想类 甚至是文学类的书籍 万芝说习近平是特别害怕中共像苏共那样的去倒台 他自己说要吸取苏共倒台的一个教训 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控制好 所以他上台以后啊 就认为要保住中共的政权 不能够允许一些出版物进行出版 胡锦涛时代呢 有一些西方的书啊 去出版 出版的话呢 还是可以出版的 那么对于出版物的口径也没有那么的严格 但是习近平的思维呢 基本上是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的 维持思想的统治是相当必要的 不过呢 这一名翻译家去判断说啊 在网络时代 习近平的做法呢 其实是会失效的 他说 习近平不知道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大部分人的信息 其实不是透过这个读书来获得的 他是根本挡不住的 那么对西方文学的封杀呢 已经不是今年的第一次了 早在今年的3月份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秘鲁作家劣萨 因为发文指出啊 来自中国的病毒在西班牙引发了恐慌 并且呢批评中国的独裁政权去封锁消息 掩盖真相 才能够令这个疫情蔓延到全球 那他这样的言论呢 也是遭到了中共的报复 所以呢 略萨的作品呢 也是遭到了下架 在周二 8月10号的时候 中共当局呢 还下架了哈尔滨出版社的 希丽尔讲给孩子的世界史 以及贵州出版社出版的 希丽尔讲世界史 那么因为呢 其中谈及到黑死病是源自于中国的 中国的当局呢 已经责令设施的出版社来进行整改了 这一次全网禁售的西方保守主义的经典一从呢 是包括了法国大革命反思路 我们的敌人 国家 多余的回忆 自由 平等 博爱 思想的后果 耶鲁的上帝与人 信仰与传统 还有保守主义的精神等等 八册书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美国呢 是加强了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所以呢 爱奇艺是遭到了调查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 中资企业爱奇艺呢 是一家有一点类似于Netflix的视频流媒体的公司 这个公司呢 表示正在接受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的调查 那么这则消息呢 导致爱奇艺的股价在周四盘后交易当中 大跌了12% 在四个月前投资研究公司Wolfpack Research 对爱奇艺的用户的数量 销售额 费用和2018年的大规模收购提出了一个质疑 此外呢 美国的监管部门对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的会计操作呢 也是加强了审核 在此背景之下 爱奇艺就接受到了SEC的这次的调查 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也令爱奇艺的大股东 中国的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的股价承受了压力 百度周四呢 在纽约股市后盘的交易当中呢 下跌了7% 爱奇艺在周四表示 美国监管机构已经要求其提供 2018年1月份以来的财务和运营记录 以及Wolfpack提到的 与收购和投资相关的一些文件 爱奇艺表示 该公司还聘请了专业的顾问 进行内部审核 他们正在检视该报告当中的一些主要指控 爱奇艺的首席财务官王小冬 在美国时间周四的晚间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告诉投资者 Wolfpack他报告当中啊 发布的两周之后呢 该公司就收到了美国监管部门的一个问询 王小冬说 虽然SEC的调查是非公开进行的 但是该公司为了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透明度 去主动进行披露 在爱奇艺5月份的前一份财报当中呢 并没有提及到这一次的调查 4月份的时候 爱奇艺表示 Wolfpack报告当中包含着大量的错误 和未经证实的陈述 以及误导性的结论和解读 并且表示呢 该公司呢 致力于高标准的治理和内部的控制 在最近几年爆发了一系列的会计丑闻之后 白宫正在寻求加强对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中国企业公司的监管审查 特别呢 是根据特朗普政府上周提到的一项计划 这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必须在2022年之前遵循美国的审计要求 否则就必须放弃在美国上市 Sanford C. Bernstein的研究分析师David Dye 他表示说 他认为Wolfpack的报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因为爱奇艺公布的订阅户 以及销售数据和他的对手腾讯视频是相似的 那么David Dye表示 如果爱奇艺澄清了这些指控 并且在SEC的调查当中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那么这将有助于恢复中资企业 美国存托凭证的声誉和投资者的信心 很多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 都是使用这个存托凭证的形式的 百度的首席财务官于政军 在美国时间周四的晚上举行的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百度对欺诈是零容忍的 他表示 在出现针对百度子公司 尤其是一家相当自主的子公司 做空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时候 获得独立的意见是相当重要的 他指的是聘用一个独立的外部顾问 来详细审查爱奇艺的账目 虽然我们刚刚提到 美国是加强了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一些监管 那么他们面临的一些风险也是逐渐的增大 但是在美国上市的这样一个魅力 仍然是大于所面临的风险的 所以中国赴美上市的热度依旧是不减的 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 根据路透香港8月13号的报道 尽管美国政府威胁要将不符合美国会计标准的 中资的企业进行摘牌 但是内地企业仍然是争先恐后的去赴纽约的交易所上市 其中有一些交易规模称得上是巨大的 企业顾问以及投资者表示 尽管面临着摘牌的威胁 而且美中紧张的局势正在不断的加剧 但是在全球市值最大的股市上市的估值吸引力 使得最终被摘牌的风险就显得可控了 另外金融科技企业发现在美国上市 他的监管要求其实比在中国内地或者是去香港上市要低得多 Mayor Brown的律师事务所的香港合伙人 Jason Elder他表示说 从短期来看 我认为这不会影响美国市场是一个相当有利的上市地点 去选择他的这样一个观点 陆福特的数据显示 今年迄今为止 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累计的融资 已经达到了52.3亿美元 是去年同期24.6亿美元的预两倍之多 腾讯和日本软银投资的房产平台贝壳控股 周四在美国上市了 融资21.2亿美元 那贝壳是今年在美国上市的第18家中国企业了 就在贝壳定价的三天之前 美国的财长姆努钦他表示说 到2021年底 不遵守会计标准的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企业 将会被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 周四贝壳的首席执行官彭永东对路透社表示 贝壳计划上市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并认为被摘牌的威胁是微乎其微的 有一位直接了解这一笔交易的人士 对路透社表示 继贝壳之后 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和在线财富管理公司 陆金索也将在美国进行IPO 小鹏汽车已经递交了IPO的申请 那陆金索也已经递交了在美国上市的保密申请 参与了贝壳和理想汽车认购的 有一位香港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的经理表示 美中紧张的局势并没有让他很在意 理想汽车两周前在美国IPO了 筹资11亿美元 他表示唯一让我担心的是 美国的退休基金 何时会被禁止投资中国企业的IPO 或者中美什么时候会真正的爆发冲突 正在准备赴美上市的企业顾问则表示说 一些企业并没有被吓到 从而去放弃在美国上市 因为这些规定尚未实施 而且这些企业还可能在美国进行联合审计 有一种可能的折中的做法就是由负责为中国企业去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国子公司的美国母公司来进行审计 不过官员们在周末表示 打算首次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需要立刻遵守上述的规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中国最新在7月份发布的经济数据 中国经济在7月份延续了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复苏的趋势 但是由于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是不断的增多 再加上中国政府也放松了刺激力度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复苏动能有所减弱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工业部门在7月份继续扮演着经济复苏领头羊的角色 但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 和6月份是增速持平的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5.0%的增速 而相比之下零售额的数据是更令人担忧的 这项备受关注的消费指标在7月份同比下降了 而此前人们预计在4月份中国各地的餐饮零售业逐渐恢复运营之后 7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 那这是零售额的数据连续第二个月令人失望了 7月份零售额同比下降了1.1% 好于6月份的同比下降1.8% 但是仍然逊色于经济学家预期的同比持平 在今年的1到7月份 中国的每月零售额同比均为负增长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综合来看周五公布的数据表明 继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2%之后 中国经济反弹最强劲的势头可能已经过去了 中国第二季度GDP的增速好于预期 德意志银行驻香港的亚太研究主管 Michael Spencer表示说 虽然只是单月的数据 但是7月份数据的表现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 也就是第二季度经济迅速回暖这样的一幕 不会再重复出现了 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丁爽则表示 周五的数据虽然是略逊于预期的 但是也显示出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复苏 仍然处于一个正轨之上 但是丁爽同时也警告称 经济增速是很难进一步加快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五表示 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仍然维持在5.7% 青年人口的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国家统计局并没有提供更加具体的分项数据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衡量失业状况的主要官方指标 在今年的6月份 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是一度要升到了19.3% 失业率的上升 再加上许多中国居民收入的停滞不前 也可能会给消费领域带来更加大的压力 在今年消费领域的复苏 一直是落后于其他推动经济的领域的 当然这些数据当中还是有一些亮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 1到7月份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同比下降1.6% 较1到6月份3.1%的降幅是有所收窄的 也是略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那么在宽松信贷的大背景之下 房地产行业投资也是快速的反弹的 在今年的前7个月同比增速升到了3.4% 同时住宅销售同比增长0.4% 为今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一个正增长 而且官方的数据显示尽管是弱于市场的预期 但是7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和零售数据 均受到了汽车行业复苏的提振 汽车的产量和销量均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增长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的飞机的情况 疫情正在逐渐的降温 那么飞机上的餐点也是在逐渐的升温 根据中新网的报道 以前因为防控的要求 因为疫情的要求 所以飞机上都是去提供一些冷的餐食的 热食的恢复也是疫情降温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了 所以您现在在飞机上 特别是中国国内的航班上 您可以听到是要鸡肉饭还是牛肉饭 您是要米饭还是要面条呢 曾经让大家当做段子来嘲笑的这样一段话 或者让大家觉得很头疼 鸡肉饭啊牛肉面条之类的 现在听上去却是顺耳的多了 今年的7月份 南方航空和海南航空等航司的游客 已经是享受到了冒着热气的这样的饭食 进入到8月份 随着东方航空和国航也分批恢复了国内航班上的热食 那么到8月中旬 中国国内大多数的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将完全恢复热食的供应 7月15号搭乘南航航班从广州出发前往昆明的有一位旅客 他叫好鹏 他当时是没有选择在飞机上用餐 他注意到周围的一些旅客也是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不过他说飞机上已经恢复热食了 以前是因为防疫的要求是冷餐 这次并没有提供水果甜品什么的 但是热食的恢复说明是一个好起来的标志 而事实上好鹏是南航恢复机上热餐的首批乘客 7月15号的时候开始 南航恢复了部分国内航班上的和明珠贵宾休息室里餐饮服务标准 执行范围是除了北京航线以外 南航所有实际乘运的国内航班 此外南航还恢复了官网和APP上面 机上两餐餐食和特殊餐食的一个预定的功能 航班热食的恢复背后是一个统一的部署 在6月18号 民航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 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第500 要求低风险的航班可以提供正常的餐食服务 可以提供热食 但是可以不提供冷菜冷婚以及食用的冷款 好朋友表示允许机上上百人同时就餐 这本身就是一个好转的标志 这次疫情的风险说明已经比较低了 虽然这次往返我并没有选择吃热食 但是下一次坐飞机我可能就会在飞机上用餐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是戴希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也不要忘了能够订阅我们的节目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